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型一点的聚会 虽然人数没有到爆发 但是至少是也有一个相当的深势 所以相对周边的远景 部署的也不少 相关的内容比较放在一个 就是我们未来的首项 因为莫书这边是六个选举的市政 只要任何一个开了 民进党作弊就是全命 这影响非常深远 当然中间也在跟时间晒跑 因为按照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法规 相关的选举物件 它保留的法庭期限是半年 所以7月10号就到了 之后的销毁动作一定是连珠炮型的 很快去进行 这也是必然的 所以也是在跟时间晒跑 除了这个之外 莫书也把相关的作弊的市政 传给也告知了很多朋友 也蛮多朋友在结束之后 来跟莫书拿 有机会比较轻松一点聊天 大家就比较能谈的多一点 也比较谈的深一点 所以后续会对于多币的市政 有更多的分享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即使是在北部 也非常多的人还没有看到 上一次杰森丽的片子出来 两天是到了18万多还是16万多 就是非常的快 后来一下被要求暂时不要再上架 所以马上声势就停下来了 后来在国外也有一些讯息 也有一些种子散播出去 基本上蛮好的 这一次是因为6月6号这个选举 又有很多舞弊的疑云 所以大家对于相关的内容 也更愿意了解 这是其中的一个 第二个莫书有邀请大家 是分时段去任养我们绕行总统府 也把相关的法规跟相关的做法 大致介绍一下 基本上台上台下的互动蛮好的 而且这一次是蛮多的媒体 都在下面 至于怎么个呈现那是不知道的 但是至少有做有努力 会有一些成效出来 中间是对三个人特别的提出来标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烧我们国旗衣服的 拿衣服烧国旗当作是文创来表现的 总统府发言人丁远公 就撤职查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应该代表民进党出来的 赖清德 小赖 那他是小闹闹 大家要把他印起来 但是后来有一些大姐说 不要他印起来 他印不起来 OK 这是玩笑话 但是其实政治是一时的 但是人品那才是长久的 如果这种没有品的人 其实也不用去说他 他自然就会变成泡沫跟灰烬 那第三个就是李静勇先生 他一个就是AIG政治庇护 一个就是关道士 这是蛮严肃的问题 所以莫书也物色 也期待他成为中华民国最大值的五点证人 因为所有事情几乎都是经过他 之前的呼风唤雨 这个呼风是呼风 唤雨得雨 非常的顺畅顺势 但是时间时辰已经到了 就给他一个好看 后面是特别高兴 也特别重点的 就是后面有跟几位朋友聊天 把一个思想上 大家很困扰盲点了 完全解了 因为这一次监票几乎都被迫远离 这个是基本上执法上有问题 但是大家对于法律的知识 不是那么清楚 又比较老实的情况下 这种结果也是必然的 至于会不会有什么漏网之余 或者是非常严重的弊端被抓到 现行我们等着时间去看 但是莫书要说的是经过沟通 就是比方说淡水区 淡水区有很多里 我既然在淡水 我就从天地震气淡水群开始 之后淡水有很多区 这个区的名字 我先把它整理出来 先把它做好 做好之后将来碰到相对合适的人进来 那就把这个群邀请加入 因为每个人在地地方不一样 他经营那个群 可以配合一个社交的工作 也可以配合里长的推广 也可以配合一些娱乐设施 当然也可以增加一些互动 甚至于说累积将来的政治资源 因为现在的里长本身也算是 还福利蛮好的一个工作 很多人也愿意做 那平常绩效好到时候 选举起来也是驾心就熟 同时这个还可以破掉了一个 所谓的政党取向的迷思 因为如果说有一个政党取向 但是在做事做法上 不公正的情况下 李明会直接质疑他 如果一旦多的话 他可能下次选举就选不上了 所以回归于一个政治的政道来说 基本上是蛮好的 那相关如果有其他资源 可以去配合 莫书也会另外去寻找跟争取 但是像今天跟有几位谈的这个观念 一下就通了 他们也都愿意去做 其实不做 反正也没什么差 做不成 那也不会坏 因为现在也就是这样 但是不做是永远被别人所牵制 就永远会发生很多弊端 一旦做成了之后 我们在地就是一个相当紧密的结合 需要有人手资源的时候 在三十分钟之内在地 可能两三百个 甚至于八百一千个人 就会到现场 那人一多 那气势自然就撞了 所以如果是有什么弊端 是可以马上破获 马上要求更正 这个是跟以前的那个 所谓的调阿咖的观念不太一样 以前民进党跟中国国民党都有在做 但是他们是找调阿咖 去有影响力的人 但是现在反过来 我们是找所有的李明 大家一起再来进行 如果有影响力的人愿意配合 这是一种加成效果 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如果说李明一旦组织起来 那个有影响力的人做事不正 那就可以对他质疑 甚至于去哄他 他也必须为他下一届的选票 之所进退 所以这基本上以后就不光是监察绿 或者是监察蓝 或者监察白 是通通都公平的监察 这个就是公民监督平台 可以落实的一点 莫书今天特别高兴的在意的 就是这样 那有一些朋友也会怀疑跟疑疑 说你上次不是被警察抓走了吗 我说是被警察嫁走了 但是如果没有犯法的话 他们是要付代价的 我是跟警政署署长 我是要求他撤职查办 因为滥用警察权 是要弹劾他的 现在因为有程序在走 有一点取责 但是没关系 大方向是对的 台北市警察局局长 那是这个伤害到公民的自由权 那也是很严重的 他们除非说莫书有犯罪 因为他们都有摄影镜头 如果他们那么多摄影镜头 都没办法提出 这个莫书有任何犯罪的情况的话 违法的情况的话 他们真的是很麻烦 所以莫书提出一千万的礼赔 这个国家赔偿 一旦拿到了 是全数交给李承翰先生 就是那位在铁道上 执勤公务殉职的那位远警 他的家属 后来他的父亲也含恨的离开了 这是人生的悲剧 那亡者一亿 但是我们尽一点心意 把我们的心思做一点回馈 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我相信任何人都是会乐见跟赞同的 所以后面接下来是嘉年华是结束了 但是我们能不能持续变成一个 大台北地区的一个健身绕场的这个活动 如果在中正纪念堂当然可以 但是没有那个压力的效果 但是换到总统府前面 就会有压力的效果 日积越累之后压力越来越大 而且各种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 都有的情况下 真的是有人他上下楼梯都会脚软 都会摔个比起来 这是可以预见的 因为里面都是做错事的人 随时可能有人喊 坐壁的正堂滚下台 这么多人在走谁叫的 是谁 这边还在问谁 那边又叫了 这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 我们大家愿不愿意落下心来 愿不愿意真正开始走出来 莫书走出来是应该 因为我受到教育跟我父母给我的是这样 所以这对天地间是一个心愿跟心意 但是如果说更多的人走出来 这个恶政党他们就有机会提前下台 这个提前是提前把正确的政权还给韩国瑜先生 个人绝对不是为了韩国瑜先生而出来 也不是为了挺韩而出来 我很欣赏他 但是这件事情是为了挺大师大悲 挺我们的中华民国那个国旗 那面旗它代表着法统的意义 所以选举是属人头 那我们就按照人头多的那一方 即使多一票都是获胜 这是举世的价值 如果用选举舞弊的方法 那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所以莫书不跟他苟同 不跟他苟全 是这样 各位朋友欢迎开始任养 天地正气群 早上六到八叫做去日东升 八到十叫做上午精神 十到十二叫做日正当中 这三个群就是当地附近的 那下午的十二点到两点 这个是这个 骑着飘飘吧 然后两点到四点 这个叫什么下旺 然后四点到六点 就是准备要下班了 就是准备要降骑了 我们这个时段 大家来任养一下 招呼一下 没有强制的什么做法 只是互相变成一个健身 在任何一个地方健身都OK 但是愿意稍跑一点路来总统府这边 变成一个健身一个景点 将来也非常可能 久了以后有北宇女的同学加入 甚至建国中学的同学 放学以后也会过来加入 甚至表演一个快闪 或一些记忆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建宗乐仪队也是蛮有名的 现在还有没有我不晓得 因为这个全职以前也是建宗乐仪队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用正面的方式 用理性的方式 用祥和的方式 但是绝对产生正面能量的方式 让做得不正的人 他做不住 他担心 他害怕 他会想要赶快逃离 我们压力只要不断地增加 不断地增加 我们就可以也可能达成一个 不流血而非常高规格的革命 回复我们选举的正轨之后 连中国大陆中共都没有 动武的理由跟原因了 因为我们是用选举的方式 合法的转移政权 而且是一种和谐的方式 没有对立的方式 中国大陆没有民主大义之后 他想蒙着眼睛硬干 那个是不行的 大陆同胞是不会接受的 莫书在这边邀请所有的朋友们 北部的朋友跟新 台北市的朋友跟新北市的朋友 优先加入这个群 我们来共同为我们的国家 做一点事情 通常散步嘛 坐个车过来 时间就是两个钟头 也不用走足两个钟头 就是走一走开开心心 这空中叫一叫 小赖小闹闹硬起来 这个丁允公撤职查办 他就喊了 这个李静勇 李静勇这个官到死 就这样喊了 对不对 或者作弊的女人下台 有什么不可以 是作弊的女人 所以从5月20号过了那天开始 她就是蔡英文小姐 她就不再是中华民国合乎法统的领导人 她就是蔡英文小姐 她就是一个作弊的女人 我们就是应该越快把她拉下才越好 做就对了 我们一起来 中华民国发送关系 为我们自己 也为我们的效力 中华民国发送关系 申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